中国晚八点夜游看中国 今天第三十五届上海旅游节正式开幕了 旅游节呢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六号 这期间上海将会突出八大板块 同时还有两百多项主题游活动和产品 此至此刻呢 上海旅游节的标志性的开幕大巡游 正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演 我们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倩 张倩今晚的大巡游已经开始了吧 行进到哪了 赶快带我们来看一看好吗 好的 王宁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旅游节的现场 欢迎大家跟随镜头和我们一起 在上海旅游节的现场感受美好与欢乐 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华商业第一街 南京路步行街了 更确切一点来讲呢 是南京路步行街的世纪广场 那我们现在看刚好有一个花车走过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花车呢是 我们来看一下是来自厄尔多斯的 暖城厄尔多斯的花车 那花车你看它的造型啊 是以当地的地图地标为主要的元素 那我们看到上面的金色的矿物晶体和风车造型呢 也代表着这个矿产资源和蓬勃发展的新能源产业 厄尔多斯式花的马兰花也象征着向上拼搏奉献的厄尔多斯精神 那刚才我也和大家介绍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整个大巡游的起点 也就是也是主舞台 那从这里开始一直往外滩的方向延展的 一公里多长的南京路步行街的区域啊 今天晚上就化身为了欢乐的海洋 25只表演队伍和25个花车啊 都将从这里走过 那刚才大家看到了花车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表演方队 那25只表演队伍啊 都是来自于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 大家可以尽情地想象一下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 那现在来到我们主舞台的呢 就是来自瑞士的莫奥塔哥诺麦盛装 狂欢吹奏乐队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感觉到啊 这个热力四射 那今年也是中国与瑞士建交74周年 那这支队伍啊 正在为我们带来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表演 这支队伍我们了解了一下啊 它是一支充满了欧洲流行元素的音乐团体 乐手们来自留森湖畔的伊巴赫小镇 那么他们以音乐为基座 奏响了生活的五彩乐章 我们其实在现场可以发现啊 每当有吹奏乐队走过来的时候啊 现场的气氛都格外的热烈 那在远处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些花车啊 还在出发点等待前面这个表演的结束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25只花车呢 它们主题不一样 有的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 有的是知名的主题乐团 还有一些是头部的文商旅品牌 那在上海的朋友啊 如果错过了今天晚上的大巡游呢 也不用觉得有点太遗憾 那因为在今年的上海旅游节期间啊 参加巡游盛典的25辆花车 他们将吩咐上海的多个主要商圈 街区来进行巡游展示 而且为了增加互动感呢 大家还可以参与到旅游节的花车 评选的投票充 来选出你自己心目中的一个最佳的花车 上海旅游节的半节宗旨呢 就是人民大众的节日 既然是人民大众的节日 惠名利名 是上海旅游节不变的主题 从2011年起 每年的上海旅游节期间 都会推出景区限时门票 半价优惠的活动 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 那本届的旅游节也不例外 从9月15 9日至25日 包括东方明珠上海野生动物园 在内的上海的62家景区 开展了旅游节限时门票半价的优惠活动 非常的贴心 有兴趣的观众呢 千万不要错过 当然除了文旅会名之外的话呢 本届上海旅游节期间 还会有非常多的 重磅文体商旅展的活动 值得关注 比如说即将开幕的上海国际光影节 那光是想象一下这种炫酷的光影艺术 和上海这座城市的结合 就让人期待不已 当然因为明后天 受到台风贝比加的影响 上海的一些文旅活动呢 也会做相应的调整 希望大家安度 希望大家呢 注意安全 我们一起关注中秋 我这边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 王妮 谢谢张天代 我们感受了这样的生动和美好 在这样的美好当中 我们也充分地意识到了 上海流节 把兼容并包和创意无限包含在了其中 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用心感受 再次感谢我们的东方时空 稍后继续